再来看到 辉达创办人黄仁勋 近期反台掀起了一阵旋风 凭着GPU登上人工智慧 晶片一哥的位置 而最近辉达NVIDIA的收盘价 还一度超越了全球行动晶片龙头高通 不过有分析师就直言 认为市场太乐观了 股价暴冲不一定是好事 辉达创办人黄仁勋 近期反台在Computex的演讲 全场大爆满 之后还货班交到荣誉股序学位 在台湾科技界造成一股旋风 凭着GPU登上人工智慧 晶片一哥的位置 回答近期股价也有亮眼表现 收盘价还全一度超过 全球行动晶片龙头高通 但分析师直言 股价暴冲并非好事 回答也不是 没有对手像是电脑晶片龙头英特 先赤字167亿美元 收购晶片设计业者阿尔特拉 近期又买下宣度学习新创公司 积极布局AI领域 英特尔德林一声为回答的八倍 包括谷歌微软沟通等科技巨破 都打下重金 严发人工智慧晶片 竞争对手虎虚担担 回答想要站稳人工智慧晶片一哥的位置 势必不能松懈 新台电视整理报道